台中市東亞清運主辦權遭到取消 台中市府不放棄任何機會 準備向東亞奧會提出身負 東亞奧會在中共的施壓之下 取消了台中市的主辦權 我們會盡所有的努力 來提出身負 我已經在昨天 請我們的法治局 連提這個身負的文件 預計明天就會正式提出身負 努力提自救 堅持站到最後一刻 對於東亞奧會在中國大陸施壓下 取消台中市主辦權 林佳龍聽取學者建議 由一向國際體育仲裁法庭提出仲裁 至於說有關的預算 因為有一些場館或者是 運動員的培育 我們都還是會持續進行 那麼我們也希望說國人能夠團結 支持台中 支持這些年輕的運動員 不讓選手的努力付諸流水 林佳龍爭取最大的可能 他也透露臉書私訊 收到大甲高中高額自由車選手的留言 高二學生留言給我 他寫說他了解台中市被取消主辦權 是因為中國的施壓 但是他不會喪失鬥志 他也希望我們繼續努力爭取 他期待能夠有為國爭光的機會 佩服選手沒有因此喪志 反而激起更努力的心 林佳龍承諾是否會盡所有努力 也呼籲國人團結一致 懷疑新聞紅世辰許國豪台中報導